Hello 大家好 我是Elisis 这个视频想分享最近这几个月里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式 那就是樱花虾野菜炒粉丝 最近因为疫情关系都很少出去外面吃饭了 所以就外卖把酒楼的菜式买回家来吃 而我在香港的海港酒楼的外卖菜式里 吃到这款樱花虾野菜炒粉丝觉得实在太好吃了 所以就学着自己在家里做来吃 经过几次改良后 我觉得我家现在做的这款菜式 比香港海港酒楼做的更好吃 我就把它的简单做法分享给大家知道吧 我介绍一下材料 这里有樱花虾大约3-4汤匙 猪肉碎大约180克左右 野菜一碗 我知道有些地方把野菜叫高丽菜 粉丝一点 木耳榨菜丝一小碗 蒜蓉一汤匙 烧杏酒一汤匙 糖一茶匙 酱油两茶匙 蚝油一汤匙 我会把份量写在说明文里 供大家做个参考 另外我们需要预先把粉丝用冷水蒸泡一小时 现在我们先为猪肉调味 加入酱油 糖 还有烧杏酒 把猪肉腌味大约10分钟左右 我们现在用白锅把樱花虾烤一烤 等它的香味出来 所谓的白锅就是不放油 接着我们用少许油把猪肉碎炒一炒 并把蒜蓉也加进去一起炒 把猪肉碎炒至半熟时 把野菜也加进去 炒至软身 这时再把樱花虾也加进去 还有就是榨菜丝 把它们翻炒几下 然后再把粉丝也倒进去 因为粉丝比较难熟 我们最好加入4汤匙的水 进去焖煮一下粉丝 接着加入蚝油糖和水 混合而成的酱汁 焖煮一下 我们分两次加入 每次加大约3汤匙左右 把粉丝和野菜焖煮一会 在第二次加酱汁的时候 因为我想粉丝有点颜色 所以还在酱汁里 加了一茶匙半的老抽酱油 进去把它们焖煮 我们把酱汁和食材 混合搅拌均匀 待酱汁被粉丝吸收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盛起上叠了 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 樱花虾野菜炒粉丝 闻起来已经是香喷喷的了 超好吃 我个人强力推荐大家 一定要做来试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